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速上拖拖挂的话 它的油耗大概在多少 第三的话 这是其次了 我们就体验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拉房车出去 因为我们的前车目前还没有完全的选定 所以说先用我朋友这个车拉出去先试个一晚上吧 最多就是一晚上 第一天去第二天回 我们先看一下大概这个体验是怎么样 然后今天呢 我想让大家帮我个忙 因为我朋友他做二手拖挂嘛 但是他主要做的其实是二手的进口拖挂房车 因为他之前啊 是我们西安应该是最早一批 做这个进口的就是三四十万 那种特别贵的拖挂房车的新车销售的 当年啊 这些拖挂房车 你想十年前在西安 你要花三四十万买一台拖挂房车的都是什么人啊 所以说他现在手里有一些这种二手的进口拖挂资源 但是现在都很便宜了 当年落地可能四十万的东西 现在就是八万十万块钱 他现在手里有三台 其中有两台这个进口拖挂 一台国产拖挂 之前其实我视频里都拍过 今天再简单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让大家帮我选一下 如果我要拖出去试验的话 我拖哪台车出去 大家想看哪一台车啊 OK 那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 我朋友的三台拖挂分别都是哪三台啊 首先第一台是我身后这台 这是去年我拍过视频 然后当时他收回来以后 其实已经卖了一茬了 现在这个他当时卖掉那个车主 又把这车又卖回来了 这是一个卡莱尔的比较大的 长将近八米的叫Allegra 556啊 这个车是卡莱尔的 就是卡莱尔是一个法国进口的 方车品牌 那这个车是卡莱尔车系里面 比较舒适豪华的一款啊 这个目前这个车好像 路全应该是到2029年 大概还有五年的路全 当年落地应该是37左右 现在应该就是不到十 八九左右的样子啊 然后我们现在上车里去 带大家看一下 看看我们如果开这台车 出去怎么样的啊 哇 这个车里其实 没有我想象中热 就是今天其实太阳特别大 我们刚刚在外面拍视频都给晒坏了 但这个车里感觉没有那么热 没有想象中热 然后它这个布局是中间是一个环形卡座 卡座还挺大 然后这边有张大床啊 这个床跟家里的双人床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相当于这块是一个独立卧室 这个车还装了那个格力的家用空调 我印象中之前我去年拍的时候 这个车还没有装这个格力家用空调呢 然后这边是一个除台 这车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的冰箱在这儿 看一下 这是冰箱看到了吗 这是冰箱 隐藏的是不是非常好啊 大家看这个其实是一个家庭版的车 除了那边那个主卧的话 其实这边看 这个带孩子用真的太好了啊 就这个车你看两个大人睡在那儿 孩子喜欢睡上下铺 喜欢睡这种小床 上下铺一睡 然后如果还有人的话 这个地方还能拼一个挺大的床 所以这个布局啊 其实还是真是蛮好的 然后它的这个相当于 儿童房 主卧 起居室 厨房 风格的很明确 然后后边是独立卫生间 看一下啊 独立卫生间 看 来里边来里边 不光是独立卫生间 这还独立淋浴呢 看见没 所以说这个车啊 其实整体的这个布局 真的是蛮好的蛮舒服的 但是这个车就是 一是太长 将近八米 二是这个车 大家看空间非常大 但是其实车非常宽 两米五左右 相当于一个这种 伊维克C型房车的尺寸了 这台车现在配置非常的高啊 是加装到了800的锂电 800的太阳能 然后3000的泥变器 包括咱们刚刚看到有家用空调 所以说这种二手拖挂 它相就相在 如果你买新的 你还得掏好多钱 去自己加装水电 这台车已经加装的很大了 但是其实这台车 对于我们这次出行来说 因为水电大的话 它可能这个维持能力 续航能力比较强 但是我们这次出去时间比较短 而且这个车确实比较大 作为第一次开拖挂出行的我来说 还是有点压力的 那行吧 我们现在去看 第二台我们能拖走的拖挂 也是一台进口的拖挂房车 这是第二台我们能拖出去的房车 是一台来自于德国海姆纯进口的 这个叫艾瑞巴 艾瑞巴系列的进口拖挂房车 刚刚那台是法国进口的 这台车当年落地也是要30多万的 然后这台车路全比那台车多一年 这台车是到30年的路全 还有6年 然后这个车的配置的话 比那个稍微低一点 但是它重量会轻一点 这个是500里电 400的太阳能 2000级变气 大概是这么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车 因为前两天我们拍过 就是后边有个上中下铺的 那个火车握铺的 那个车记得没 我还去睡了一下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车的长度 其实7米多 比那个卡莱尔稍微能短一点 但是短不了太多 主要是宽度 这个车宽度 应该在2米3左右 那个车2米5左右了 所以说这个车 体型相对稍微窄一点 拖起来好拖一点 然后咱们上去 这个车后面没有打只腿 所以说我们就不带大家细看了 我把这两台车都是 之前我们拍的详细介绍视频 放在底下的评论区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去看我以前的节目 考考古 来 上来看一下 这个车的布局 其实跟那个车有点类似 就是中部是会客区 然后一侧是一张大床 但是这个就没有那种独立卧室的感觉了 它就是一个床 放在这 然后中间是这个厨房的区域 然后它的后边就是上中下铺 那个咱说的火车卧铺 这边是卫生间 相当于它没有做独立的卫生间区域 然后上下铺那个车是在侧面 这个车是放到后边去了 然后把那个厕所和上下铺的位置 倒了一下 大概是这个情况 详细情况 大家想看的话 去看我那期视频 那我们去带大家看一下 第三台我们能拖出去的车 这是第三台 非常小的一个小蛋挞 新州五号 这个车 我们今年过完年也拍了一下 这个车反正 因为车太小了 所以说适应的人群非常之窄 就是它的优点就非常突出 车非常小 拖出去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非常灵活 但是缺点就是里边真的是 咱们去里边看一下吧 这个车放这一直没卖出去 也是这个原因 可能对于旅居来说实用性不那么强 我把它看作一个拖挂的小床车 来看一下 打开门 我都不想上去说实话 因为我上来以后 完全站不直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布局很简单 这边是二对象卡座 两个座位 没有卫生间 卫生间只是底下一个移动式的马桶 然后这边有个非常小的水槽 对吧 然后床其实还行 这个车床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 这个车我就把它看作一个拖挂床车 它以床为主要的卖点 但是它小细节做的很有意思 你看这水槽上 你看这个logo 这里边没啥可看的 然后还有这个星舟的小钟表 就是细节挺好 还有个小天窗 就主打一个小 但是你看我在里边 现在我现在已经开始腰疼 脖子疼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下去 这个就是第三台 我们能拖出去的 来你也出来吧 这是第三台我们能拖出去的车 虽然说这次我们出去 应该只是住一晚上 主要咱们说了 是以这个测试 呦什么 炸街呢 在高速上炸街呢 是以测试我们前车的一个动力性能和油耗性能 为主要目的的 就是只住一晚上 但是这个车确实啊 有点太小了 有点太小了 而且我觉得 作为这么小的一个车的话 其实测出来的 不管是前车的一个动力的情况 还是能耗的情况 可能都不能作为参考啊 不是够典型 像那两个车就比较典型啊 大多数的车 车重啊 大小啊 跟那俩车都差不多 所以 行吧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 依托我朋友的优势资源 也给他做个广告啊 他就在我们 西安的旁边 连货高速的高桥服务区这边 里边有一个房车的一个场地 然后他在这做维修改装嘛 之前大家也知道 有一些 包括自媒体的朋友 包括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 想改车也是来找他的 比较靠谱啊 然后他顺带做一些 二手拖挂的生意 他现在手里有的拖挂 我能拖出去的 就这三个了 大家帮我挑一挑 觉得我拖哪个出去 是最合适的啊 那我们之后 应该 节后不长时间吧 尽快啊 我们就会 第一次 拖拖挂出去玩 虽然说前后车 都不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先体验一下 然后对于我们去 选择前车 和以后选择后车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行吧 这期节目就拍到这了 大家不要忘了 长按点赞按钮 一键三连 强烈推荐我们的视频 好热呀 嘴上都出汗了 然后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啊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